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情绪疗愈演说家伊萨老师 我们AFA国际人成学院已经十周年了 祝我们AFA十周年生日快乐 那几乎会直下我发声到说 天哪 原来我们秘密雷出了一部电影 那我们台湾的翻译叫做梦想的力量 所以当时我偶然之间看到了这个讯息之后 马上就要号召了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学生 我们要赶快来去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来说的话是由我们鼎鼎大名的 Tom Cruise的前妻Catty Holmes她所去主演的 那她在里面来说的话扮演的是她的先生 因为死于空难 然后呢她自己一个人带了三个小孩 那破产了 那环境过得非常的辛苦 甚至房子即将都要被拍卖掉 那她对的生活之中非常的恐惧 为什么 因为她也不知道说自己的工作如何 也不知道说自己的房子到底还可以住多久之类的 所以她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恐惧 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内心的很多人一样 面对了COVID-19的疫情之下 其实我们很多的未知数 那包括我们的生活压力跟我们的经济压力来说的话 都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人来说都跟我们剧里面的女主角 其实她很像呼应到我们的内心都是一种恐惧的代表 那可是呢恐惧来说的话呢 我们又必须要带着三个小孩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展露出自己的坚强的力量出来 所以当我们内心是恐惧的时候 我们又必须要假装坚强 甚至呢我们必须来说要勇敢的来带着小孩子去往前走的话 其实各位这真的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所在 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FA的女老师来说 有先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她就流下了很多的眼泪 为什么?因为就像我说的 她其实表现出来的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这脆弱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她所扮演的就是在这一面 那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道敬了女主角 她其实生活过得非常的辛苦 那女主角她连生存都已经很困难了 更不要谈说是什么梦想 甚至我们的女主角 为了生存她去放掉了她的很多的梦想 那同时之中我们的男主角在电影中出现 她一开始想要找一个人 可是那个人不在家 所以她离开了她的家之后呢 就在路上 就在路上的时候突然被一台车给撞到了 那那台车来说的话 原来就是我们女主角所开的车子 那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跟她的女儿起了一个争执 所以车子就撞到了男主角的车上 那女主角的车子就坏掉了 那我们的男主角呢 她非常好心要去帮女主角修车 所以就来到了女主角的家里面了 那当时来说的话呢 男主角就把她的车子 然后修了差不多了 那当时来说的话呢 因为有一个飓风要来了 所以其实来说的话呢 很多人都开始在去做一个所谓的房东的准备 那男主角来说的话 在修好车了之后 男主角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 那女主角来说的话 为了想要表达她的谢意 想要邀请她在家里来说的话 可以一起共餐 可是呢 女主角的家里她没有什么样的金钱 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提供给她 然后男主角就告诉她说 我们在任何时刻呢 都要相信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男主角就问了三个小孩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那其中来说的话呢 有个小孩就说 我想要吃披萨 结果你知道吗 在电影之中来说的话 没多久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外送员送了一个披萨出来 原来是我们女主角的男朋友呢 就送了这个披萨给她 所以现场的小孩子是吓了一跳 发觉到说 原来我心里所想要的是有机会可以去实现的 那包括在后面之中 还有很多的巧合出现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的男主角 告诉了女主角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 她说 巧合 其实就是上帝寄给我们的秘密信 她说这句话是爱因斯坦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我们生活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巧合来说的话 都是我们的上帝勒 她精心所去安排下来的 所以你不要去抗拒所有的一切 你要懂得去接纳她 就像我们聊玉师里面所提到的是 任何的事情发生她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我们赋予她意义 当你赋予她正向意义的时候 就会有正向的回馈 当你赋给她负向的意义的时候 就会有负向的回馈 主角的屋顶呢 被一棵树给砸了下来 所以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我们的男主角来说的话呢 也主动的要帮女主角去把这些屋顶 要去把它修好 那当时的女主角就只问她一句话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们那么好 那我们的男主角来说的话 她只讲一句话 她说因为我相信 众善得善 那其实就像我们说的 人生就像回力标一样 你丢出去什么你就得到什么 所以我们的男主角来说的话 她一直不断的在种善音 那当然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女主角的小孩呢 就问了我们男主角一句话 那这句话也很可爱 她问她说 你为什么总是要帮我 男主角讲了一句话 她说因为我总是有这个能力 来各位你去思考一下 难道是真的她因为有这个能力 她才去帮她吗 其实在故事之中来说的话 男主角来说是真心的想要去帮助女主角 为什么 待会的时候我们来去告诉给你 来那各位 在这部的电影之中来说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人性的一面 我们的女主角所扮演的就是 对生活的恐惧 对梦想失去的希望 对她的未来的一切来说的话呢 都不敢去做想像 可是我们男主角所扮演的呢 叫做所谓的希望善良这一面 她遇到事情的时候 都是用一个听好了 平静的心 来去面对 她用平静的心 来去接纳她生活之中 所发生的每一个东西 所以我记得男主角来说 在里面之中给我们的女主角 包括女主角的小孩 都有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感觉 是很重要的 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其中有一幕 有一幕是这样子的 男主角来说的话呢 她去问了女主角的大女儿 问她说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开心吗 那女主角的女儿来说的话 她打不出来 男主角只讲了一句话 她说 如果你都不知道 什么可以让你开心 那你怎么去得到开心呢 然后再说一说 如果你都不知道 什么可以让你开心 那你怎么可以得到开心呢 这个就很像我们 我们在疗欲诗里面所提到的是 我们的外在的世界 是由我们的内心事件 去投射出来的 你的外在是模糊的 你的外在是不知道的 其实你的内心自然而然的 就是模糊的 就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想得到那些东西 你必须要让你的内心 先去清晰下来 是很重要的 所以男主角就一直告诉她说 你要清楚的知道 自己要得到什么 因为当你知道 你要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 就是在电影之中来说的话 我们的男主角无形之中 一直告诉这个家庭 都要纯善念 帮助人家 心平气和去接纳 所有事情发生 对于任何的事情 都要赋予所谓的希望 那你所想象的 都可以去做实现 那经过了 一直不断的验证验证之后呢 来的各位 你知道吗 原来我们的男主角 跟我们的女主角的过世的先生 他们曾经是一起 发明一个装置的一个合伙人 那后来他们在一个空难之下呢 我们的男主角他幸存下来的 那其他的都都离世了 那男主角来说的话 其实这一次去找女主角 就是为了要把那个专利的 发明权所产生出来的权利金呢 要拿去给我们的女主角 可是后来他们因为误会 而产生争吵之后呢 那我们的男主角来说的话 就被迫离开 那离开的时候呢 没有没有多久了 我们的女主角就收到了 男主角还是寄了那个权利的合约书给他 上面的一个金额 就是你可以获得多少的权利金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女主角获得到了这个权利金上面的数字 刚好就是我们女主角 她的所有的负债的总额 那因为有的这个权利金之后 就把她所有的负债的总额都去还掉了 那所以我们女主角来说的话 其实虽然对男主角来说 因为有争吵嘛 那有一个误会 所以有点不开心 可是她带了她的小孩要去做庆祝 那在做庆祝的时候呢 发觉到说要等了30分钟到一个小时 所以原本已经等不下去了怎么办 你知道吗 我们的女主角的女人 因为长期跟男主角相处下来之后 都告诉自己说 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要相信自己可以得得到 那后来来说的话 女主角原本想说 那没关系 我们先去逛逛 待会再回来 正准备起身走的时候 突然服务生就出来说 诶四位你们可以来用餐了 为什么 原来上一位进来的爸爸忘了带钱包 要回去拿钱包 所以现在有四个位置可以来让他们一家人来去农餐 来各位 你看又是一个巧合 这个真的是巧合吗 来各位 我想所有的巧合来说的话 或许是上帝安排的 那我可以说是为你安排的 只要你去接纳了这个巧合 你可以从这其中看到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在这部电影之中来说的话 其实她的女主角跟男主角所扮演的就是一个不同的情境 很像我们生活之中所遇到的事情 很像我们生活之中所遇到的人 她是一样的 那我想电影的最后面来说的话呢 她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期待你们到时候去看她的DVD上市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老师就不剧头太多 那我觉得电影最后面让我最感动的是 我们的女主角的小女儿好像才七八岁吧 好像是七八岁 她从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她就说我想要有一匹小马 那因为她在学校的时候还骗人家说家里有一个小马 然后被她的姐姐骂 可是她就说她很想要一个小马 然后呢她在做玩具的时候也都是做马的玩具 结果在电影的最后面的时候 我们的小女儿也如愿的得到了一匹小马 哇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感动的时刻 那因为那一个最后的时刻是在圣诞节的时刻 那真的是非常的窩心 所以我想这部电影来说的话 她除了告诉我们说性理法则的重要性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告诉我们说 在困苦的环境之下 你是否保有希望来去面对她是很重要的 就像这阵子Ethan老师在我们的情绪疗愈师 还有在我们的心灵疗愈师 在我们的一些情绪疗愈的课程之中 我都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性理法则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心想事成 那第二阶段叫做事成心想 那我也跟大家来去分享说 偶然之间Ethan老师就启动了这个事成心想的阶段 那如果你有兴趣要了解这个阶段的话 那请你来看Ethan老师下一部的影片 会来跟大家来去分享说什么叫做事成心想 那我想这部秘密的电影来说的话呢 它带给我们虽然是一个短短的90分钟的电影来说的话 可是它却再一次帮我们去复习说 原来我们Secret的这本书里面 它一直所要去诉求的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保持善念 永保希望 它要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说 其实各位 这个是千真万确 当你千真万确的去相信它 去执行它的时候 我想吸引力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最后Ethan老师送一句话来祝福给大家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你若丰盛 幸福自来 你想要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 就让自己丰盛下去 当你的心灵富有 当你的心灵丰盛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Ethan老师祝福你 欣赏事成 谢谢你